- 國瑜,國瑜,班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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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是一個以高科技為主 是以人民素質為主的一個國家 可是竟然會選出這樣的立法院院長 請問你是哪一個女士 我是國會縣市報的媒體 這邊有國會縣市報 你可以看 我們當然都做過一些努力 也希望說真的能夠選出比較好的立法院長 除了韓國瑜以外 那麼多優秀的立委 為什麼不選出來當院長 為什麼要選一個這樣有爭議性的人來當院長 真的覺得非常的遺憾 我剛剛也努力過 想說叫民眾黨那邊 你就派三個人出來投給游錫坤 讓游錫坤54票 跟韓國瑜54票 全部都讓他平票 看陳昭斯 陳昭斯的投票的情況 謝謝大家 他已經發生了 那這樣會有黨籍阻困嗎 或是黨籍阻困嗎 是一個小小的數字不會有阻困的問題 那等等第二輪投票要進場嗎 我今天要進市中心 所以 十二點半就要投票了耶 對啊 所以十二點半就要投票了耶 委員會院長的副寫理要怎麼樣 會自提還是要投給誰的嗎 謝謝大家 因為如果不自提的話 一對一就直接可能就是拱手讓給國民黨 謝謝大家 謝謝 委員長打電話給你 委員長打電話給你 不好意思嗎 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 叫做 謝謝大家 叫陳昭斯文勇給你打電話泡線嗎 老團會發生 謝謝 委員你們中午還要開會嗎 還是已經開完會了 現在要回去我的研究室哪個東西 他剛會討論會議中的討論是他 委員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被賴副總統說 他進去進步他一聲嗎 欸 宣令 副會非常紅 金條國會來高峰 元君定哥聯盟我們 為民開和平濟工 我信賴他的智慧 但依然強力監督 所以一聲感動你一個走不去 這個閃特別訂做今天要就是 還是之前 就是殷勤兩用閃 因為那一年是9月5號是他到行政院當院長的日子 所以這把傘從那時候保存到現在 沒有錯 是長達六年的愛情嗎 一直期待著今天 後面啊還會有很多年 好 讓開了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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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 oui 我 中文字幕提供 我們今天來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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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晚 他沒問人 他沒問人 他還就先吃 他還就先吃 好我們今天走囉 好 哈囉 主任早 主任早 哇賽 他今天是來地履歷的 哪有人要到職的當天 才地履歷這樣子 今天第一天上班 好 所有媒體大家早安 我是玉琴 旁邊這位應該是很多人都認識 所有記者應該都是看他的 系長大的 看我們兩個的系長大 今天很開心能夠在這個地方 大家都辛苦了 我想2月1號第一天也是 責任開始的第一天 將來進到立院 我相信有很多的挑戰 正迎接著我 那不管是在教育的議題 或者是在弱勢團體 他們的一些福利 那另外還包含我長期以來 關心的動保的一些問題 以及文化產業的問題 這些都會是在我任內當中 第一首要的會努力的一些方向 那今天真的很辛苦 大家在這邊大太陽底下 走紅毯 其實我是前幾天才知道 原來立委要走紅毯 所以那時候我就第一個時間 就打電話問葉明志 我想說大家敲碗敲那麼久了 那他也都很爽快的一下子就答應了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他有沒有覺得很興奮 你的日子 版面會比我大 因為他從拍戲到現在胖了20公斤 不要強調 不強調 他又想要跟大家宣誓一下 我要當老師我要當立委 對啊 他還是我啊 我已經是立委了 我要當主任 我還是主任 對所以今天 很多人問我說你今天到底 會帶誰來走紅毯 那我就想說 先不說 不好說 等到時候出現在紅毯大家都知道 所以給大家一個驚喜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 黃中興主任葉明志 我看到今天的陣仗 我真的嚇一跳 而且很緊張 你緊張什麼 我從來沒有進來過 什麼都很新鮮 其實不要說你沒來過 其實這一區我還沒出來過 哈哈哈哈 好謝謝大家 其實這個都是 選舉結果的一些 我們都是尊重 其實都是尊重 那當然當然希望 整個所有立法院我們的 氣氛還是和諧啦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對 我們還是會很開心的跟他拍照 跟他合作 對其實沒有什麼 對對對 我今天就是來實習的啊 看我是不適合啊 他會先來實習一個半天好了 先實習一個半天這樣 感受很習慣嗎 在適應當中 因為我很緊張 我真的很緊張 我一直在流汗 太陽又大 對啊 所以說我還在適應當中 不過還是要經過我辦公室 真正的主任的考驗 對 今天很謝謝他啦 就是情義相挺這樣子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我跟韓國瑜的會面 那當然 過去在高雄從議會 那現在到國會 未來要成為同班同學 那當然是可以重逢成為同班同學 就是好久不見 那接下來在國會 不只是當同學啦 那連那個抽到研究室 都是同一棟 都在青島二 還會成為鄰居 那我覺得緣分真的是蠻特別的 那也覺得接下來 既然都要進到同一個班級了 我也希望在這個同班同學 大家都可以好好相處 那可以一起把這個班級經營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 不分黨派 我對於接下來 新的一屆國會 所有同事的期待 那我也希望 跟同學們都可以一起 為台灣留下一點什麼 然後做一點什麼 那我聽到韓國瑜 最想跟他講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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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過去都過去了 接下來我們就好好當同學吧 我覺得確實因為今天我們就會選出立法院的正副院長 那無論結果如何 那我覺得這個班級都還是要一起走下去啦 這四年我們就是同班同學 那面臨三黨不過半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去思考的是 在這麼多 可能接下來會有立場分歧的情況下 我們到底如何 把為台灣留下一點什麼 所以我比較期待的是 接下來四年我們還是可以在 彼此不同政黨 但是有共識的事務上面 共同推進一些 一些成功的法案 配議委員 還有深翰委員 還有柏陽委員 其實這幾天在還沒有就職之前 我們針對開放國會的精神 其實有諸多的討論 那我也認為說 我們這幾位委員進到國會之後 有義務 要繼續延續過去開放國會的精神 以及過去已經完成的事項 那把剩下的一些未進之夜 繼續的在國會裡面努力 那我也認為開放國會 是國會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個事項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分黨派 大家都應該一起來努力的 所以其實過去跟民間團體的合作也非常多 那這也是希望在新的任期開始 那我們希望可以跟大家來討論的 就是新的國會 大家應該都要來支持開放國會的精神 所以除了我們四位之外 那我也希望呼籲所有不分黨派的國會議員們 大家一起來把開放國會做得更徹底